麻木的克星 手脚麻木 包括这个舌头麻木呀 乃至全身呢 有的时候呢 局部的都有麻 都不要放过京方里面的大智慧 麻木的克星呢 我们还要从京方里面找 我们常常有的人呢 会有这个手麻呀 脚麻呀 乃至全身麻木呀 我们都在京方里面 会找到这么一个方子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 继续给大家解读京方 今天我们解读的呢 是黄旗贵之五五汤 听这个名字 我们都知道了 它有五个重要组成的 讲到这个方子呢 我们先说这个一个小插曲 就是前两天呢 视频里面分享的那个 失眠睡眠不好 全身盼了 手脚凉 又须不受补的那个依赖 我们讲舌诊里面的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里面 这个病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黄旗贵之五五汤的价钱 那就是有的朋友给我留言呢 他说呀 讲讲这个黄旗贵之五五汤的 这个临床应用 那我们今天呢 就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方子 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五五汤嘛 五味重要 对不对 黄旗贵之 少药 生姜 大枣 看出来了没有 是贵之汤加了黄旗 去了什么 去了甘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五个药它有什么呢 益气温精 活血通臂的功能 这个就是惊慌奇妙之处 你看它本身是一个 桂枝汤 我们知道桂枝汤就是一个调和盈味 还能这个内调皮味 外调盈味 包括还能治外感 而它加上了桂枝 就治这么一种 内科病 我们叫什么 叫血臂 调理 血臂 脊肉 麻木不仁 在这个中医经贵药略里面就说了嘛 肌腐 麻木不仁 就是用这个 阴床上呢 我们常常用来调医这个呀 末少神经炎 包括一些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疼痛 这个呢 都属于气虚和血质的问题 你看他们都有黄旗 包括治疗中风后遗症很有名的那个 王清润很有名的一个方子 就是补养黄武汤 它是用大量的黄旗配合活血的 其实我临床上呢 包括这一类的呢 我都喜欢用黄旗桂枝五五堂 在黄旗桂枝五五堂的情况下呢 可以加上一些活血 当然这个是个人的因素 同时呢 我也觉得这个方子呢 优于单纯的用一点黄旗 我们首先看这个 末少神经炎呢 包括我们说这个什么中风后遗症 这个麻木疼痛啊 我们都是认为这个气 推动不足的原因 因为你这个气啊 不能把你这个水无精微 把这个气啊 推送到四肢末端去 尤其这个中风后遗症的人 你看他这般的身子 总是偏凉的 有的时候他没有知觉 我们就认为气血不达 气血不达的同时呢 你看他就那么怕冷 所以我们就认为了 他有这个风寒 治与肌腐 那现在呢 认为就是这个神经损伤 中医来看呢 你有怕冷 就是风寒凝脂的原因 风寒呢 凝脂与肌腐呢 会导致这个四肢的疼痛 或者是麻木 当然了 如果完全疼痛的比较厉害呢 这个方子还要加味 是吧 我就是单纯的这个麻木 就是觉得直觉不是很敏感 黄旗贵之五五 他呢 就是专门调理这一类的病 金贵腰猎什么呢 怎么说呢 说这个血壁阴阳俱危 寸口关上为尺中小减 外政身不仍 如风壁状 黄旗贵之五五堂主持 解释这个血壁 首先我们看 他既然说如风壁状 就说明这个风壁和雪壁的区别在哪里 风壁我们都知道了 也有这个神像怕冷啊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我们叫风壁 其实就像中风一样 前面呢 讲这个新冠都说过 其实全国人现在这个时候 对物风物寒是一点都不陌生了 通过前一次这个新冠 就像那样的 那些物风 物风寒的那个呢 我们认为是风壁 那血壁 壁是不通的意思 那就说明血呢 在血管里面不通畅 这个阴阳俱危 就说明是一个虚证 阴阳俱危这个解释很多 我们今天不专门讨论很深的学术问题 就说我们常规的理解 就是你这个脉 脉象偏于微弱 这就叫阴阳俱危 寸口观上为尺中小颈 它这个尺中小颈呢 常常这个颈呢 就是外感的那个脉呢 偏有一点那么有力 但是它只是那么一点 所以它叫尺中小颈 真正说在临床当中 还有尺中小颈 它其实想起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脉 你看我们这个寸观尺 就是这个尺不油 寸观的不足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气血不达于表 所以它只有尺不油 这种情况呢 我们认为呢 它是以这个血臂 血虚 其实我们现在说是气血亏虚的原因 但是它又有锦 我们认为呢 这个不是实 这个是没有伤及到脏腑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认为它属于表 另外呢 在外症身不仁 我们说了身不仁 就是这个麻木不仁嘛 就是这个身体呢 没有知觉 常常表现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 肿红后遗症的这个手足麻木呀 包括这个末端神经炎呢 这有的人就别的毛病没有 就是觉得这个止痛啊 知觉敏感度差 有这种情况 这都是黄旗贵之 无辜堂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过这个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方子 你看里面 黄旗在补气的时候呢 它另外呢 它还能推动气血 很快的把你这个气血呢 推动到周身去 另外再加上我们这里面呢 有桂枝汤的成分 桂枝汤我们说了 桂枝汤就是一个 外调淫味内调脾味为主的 桂枝汤本身 我们曾经说桂枝汤呢 可以算到补一剂里面去 我们看这个桂枝和生姜 包括黄旗 它都是以新温通洋为主的 而勺药呢 是以河淫血为主的 这里面呢 把干草给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 甘则缓 干草呢 性缓 我们现在以这个气血 都聚到这 不往那边去 你能不能缓 这个时候不能缓 要让这个血呢 迅速的打到周烧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干草给去了 我们不让它缓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黄旗 桂枝汁五五汤的 这个情况 另外那个 你看这里面 我们说了 有姜和枣 姜枣呢 本身呢 在脾胃当中 我们说过 生姜草草 有的时候呢 用草 这个时候把干草去了 就这个生姜和大枣啊 它一样能够 是我们这个 顾乎我们的脾胃 是我们这个脾胃的 能够有这个生化之源 就是 贱脾胃 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的时候说 我就吃一点枣 它就行 你看用桂枝的时候 我们说过 桂枝本身偏于外干饼 所以这个时候 是桂枝汤为主 去了甘草呢 用桂枝汤为主 来解决所谓的表证 就是寒 就是我们说 它怕冷的原因 用上了黄旗呢 它的目的就是很明显 就是大不弃血 其实在这个 本草经里呢 说这个黄旗啊 煮大风 我们现在还说 这个黄旗脱毒外出 其实这个黄旗的力量 主要在基表 补气也是以基表 你困乏不是觉得 肌肉基表的吗 另外再加上 就是这个周身的 我们这个是 用上黄旗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代医学呢 还知道这个黄旗啊 能够明显的 扩张周围血过来 周围血过来 就是我们 神经末少的这个 多的这个血呢 流向四肢 肌腹头部 那你这个血气 充足了 你这个麻木 自然也就缓解了 血虚则麻 谈施重则木 这个是我们中医 对麻木的 那么一种认识 但是如果 已经形成了 淤血呢 这个时候 你就要化掉淤血 要不然的话呢 旧血不去 心血不生 那如果这个 那如果这个 淤血足外的运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 放上那么一点 活血药啊 所以单一的 黄旗桂枝 五五汤呢 这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 加上一点 活血的药 那我们看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五味药 搁到一起呢 就能调理 这个气血不足 气血不通 导致的这个 手脚麻呀 我们说了 中风的 伴着身子麻呀 包括有的人呢 只有舌头麻 这种呢 临床上都见过 还有呢 我们说这个 有胸壁心痛 引起的这个 手麻 包括这个 老寒腿的 但是前提 它不是真正的虚寒 它是表虚 我们说了 刚才 我们分享 原来分享过 舌阵一案的 那个女同志 她就是表虚 那她呢 我看过她的方子 这个呢 要说一点 这个也是我们 河南比较有名的 一个经常家 我看这个方子 那个 那个老师 我也比较尊重 因为我学医的时候 就是看着 他们的书成长起来 但是我看 她用的药 有大量的 温阳药 你那个温阳 我个人认为 当然说的不一定对 它温的是 肾阳 是根阳 而这个同志呢 它不是 这个根阳虚 它是表阳虚 是表证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 贵枝黄旗五物汤 这个贵枝汤和黄旗 我们刚才讲了 它俩配合起来 解决的是 体表的问题 如果你大量 那个温不根阳 你解决不了 基表的问题 所以中医呢 看着简单 分情呢 也很简单 寒热虚实 对不对 也分到了 确实是寒了 它怕了 但是你温阳的时候呢 你要考虑 你像这个黄旗贵枝 五物汤呢 我们就说了 针对的是表阳虚 它不是真正的 特别虚寒的 那个根阳虚 药啊 再好 我们就是要用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 用药啊 如用兵 药用的不好呢 就是很好的 这个精精强健的 我们也考虑 它要对口的应用 就像我刚才说了 父子乌头 是不是纹阳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黄旗贵枝 五物汤呢 也能纹阳啊 所以我们中医啊 讲的还是 一人一方 是需要辩证 才能够实用准确的 所以呢 我们自己 不要套用别人的方子 也不要自己 把原来有效的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再拿来用 这个我们就 更准确的使用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